甲字 甲字的国语注音是 姬牙甲,三声甲 甲,三声甲 甲字的本意就是不真 所以凡是内直与外形不一致的都叫做甲 是真的相对字 如甲宝石 根据实际的怀音侯列传记载着 汉王被储君困于行阳 韩信派使者去要求封为甲王 汉王受了张良陈平的暗示就说 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尔 何以甲为 甲也是戒的意思 如甲座是借用某一个场所 而甲道是戒道路经过 甲手是让别人出面去为自己达成某一个目的 甲戒实际用某物的意思 但是也是我国文字上的六书之一 指的是本无其字 一生脱事而言 如令字的本意是发号施令的意思 但是被借作官名 像县令长的令 因为主管一县之官吏有发号施令之权 所以借号令之令为县令长之令 不必再造一个字 甲也是代理的意思 如史记的项语本记当中有 为甲上将军 就是代理上将军 由此隐身 凡是继母 养母 义母 都可称为甲母 甲又念甲 国语注音是 姬亚甲四声甲 甲就是休息 如请甲 世甲休甲等等 要提出来的是 甲这次的国语注音有 姬亚甲三声甲 姬亚甲四声甲 两种读音 意义完全不同 如休甲是不能够念成休甲 放甲也不能够念成放甲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